广陵王很少跟人动手,尤其是之前身体中毒之后,即使清理掉一些毒素,但为了不让毒素再次扩散,平时都是平心尽弃。 后来寻回儿子一家,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,身体的毒素甚至消失殆尽,这让他不明所以。 不过毒素没了,终归是一件好事,不仅仅是身体好了,同样也代表他的寿命将会大大延迟。 作为练武之人,他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,以前没有家人,生无可恋,可现在他有了家人,知凡夜貌,他想活得久一点,用旧兄封信扬一带大如口头禅,好死不如赖活着,干嘛要死? 好好活着,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 广陵王待了半个月,突然接到京城传来的消息,走的时候急冲冲的,好像京城里出了事。 杜九妹担心,问道,爷爷,出了什么事情? 广陵王不想说,挤出一个笑容,道,没事。 杜九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美人爷爷,不管多么困难的境遇,美人爷爷一直都是高高在上,宠辱不惊,从来没有如此惊慌失措。 爷爷,你跟我说,到底怎么回事?我不是小孩子了,我可以承受出任何打击。 杜九妹拉着美人爷爷的衣服不撒手,杜七妹见妹妹的反应也觉得奇怪。 顿时吓得泪眼蒙蒙,虽然没说话,但却跟杜九妹一样,拽着广陵王另一个衣袖。 广陵王见两个孙女如此,觉得这件事情孙女早晚会知道,不如现在说了吧,道。 轩儿中毒了,已经昏迷不醒。 中毒?轩儿中毒? 杜九妹尖叫,杜轩虽然是娘亲杨氏生的,可也是她杜九妹带大的,那就是她的一块心头肉啊,顿时就红了眼。 杜七妹直接腿一软,跌倒在地。 杜九妹虽然也受了很大刺激,但并没有贪坐在地,咬牙道。 爷爷,你先下山吧,我和七姐下山速度慢,别耽误你下山,小蛮儿那么小,一定要救活小蛮儿。 不愧是她看中的小九,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保持镇静,尤其是最亲近的人出事,能做到这一点,非常不容易。 比杜九妹大的杜七妹,就做不到这样。 嗯,你们好好保重。 广陵王点头,带着侍卫急速下山。 他们身上有功夫,只需要个把时辰就可以下山。 广陵王离开之后,杜九妹拽起七姐,道。 起来吧,雪儿一定没事的,咱们马上下山,若是顺利的话,起码咱们今天中午就可以到家。 杜七妹点点头,学着妹妹变得坚强,擦擦眼泪,道。 好,咱们下山。 紫柔和紫婿,红豆红枣健壮,赶紧回去收拾东西,准备下山。 杜七妹杜九妹等不及了,带着恒久恒时,准备先下山。 并没有等去收拾东西的四个丫鬟。 两姐妹快速下山,下山的速度虽然比上山快一点,但却要更加小心谨慎,一步踩空,就要滚下去。 几姑娘,九儿姑娘,你们慢点。 恒久提醒说道,太快了。 你们撑不到山下。 杜九妹并没有慢下脚步,扭头道。 恒久说,我想快点到山下,你们有好的办法吗? 恒久一愣,回答道。 有,有是有,但男女有别,我们也不好。 杜九妹看了看七姐,最后说道。 七姐,你是要成亲的人了,的确要注意,你慢慢下,不要着急,我跟恒久叔先下去。 不行,我也要回去。 杜七妹摇摇头道。 恒时叔,你背我好不好,事关紧急,谁还管一想好不好,在这恒久叔恒时叔,是我们长辈。 见七姐这么说,杜九妹点头道。 嗯,你能想开就好,恒久叔恒时叔,求求你们了,背我们下去。 跑了大约半个时辰,杜九妹两腿发麻,没有力气了,再磨蹭下去,估计天黑都下不了山。 恒久恒时,见两位姑娘这么说,一人背起一个人,往山下飞去。 他们功夫很高,一蹦一跳,就好几米,速度提高好几倍。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小马儿,一心想着快点下山,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。 恒久恒时,也知道杜轩是广陵王府的未来继承人。 若是出世,整个广陵王府未来堪忧。 现在广陵王府一个男丁坐了驸马,一个男丁过季出去,世子又不是那些有花花肠子的人,不会整出数子数女。 小马儿是广陵王府孙子辈最小的男丁。 到了山脚下,已经一个半时辰之后了。 恒久恒时,气喘吁吁,汗流浃背。 若是他们自己,并不会这么累,可是要背着杜妻妹、杜九妹,而且速度这么快,非常劳累。 恒久没有片刻停留,就让人牵马车。 恒久说,我们会骑马。 杜九妹坚持说道,在贤德院学的骑射课,她的成绩很好,就连杜妻妹成绩也很好,得到贤德院教骑射的刘夫子赞誉。 恒久说,恒时说,马车太慢,骑马吧。 杜妻妹也坚持,他们的亲弟弟生死未卜,他们还有什么心情坐马车呢? 恒久恒时相看一眼,犹豫不决。 刚才之所以毫不犹豫答应背着两个小姑娘,是因为大家都是自己人,没有其他人看到。 可是在京城地面,抛头路面骑马,实属不雅。 恒久说,不要犹豫了,有什么后果,我一力承担。 杜妻妹说完,就上前牵马,这里的马都是好马,不需要挑挑拣拣。 杜妻妹随着杜妻妹牵了出门,直接翻身上马,道。 小九,你头发乱了,我帮你扎好,咱们赶紧回家。 杜妻妹这才发觉,她的双压剂有一个包包搭拉下来。 虽然没有丫鬟,杜妻妹上马,驱马来到杜妻妹身边,低下头,杜妻妹麻利地给杜妻妹扎好了头发。 杜妻妹转头,看着震惊的横九横十,以及十几个侍卫们道。 我杜妻是广陵王的血脉,有什么事情是我杜妻不敢做,不能做的,走。 说完,调转马头,身体微微压下,夹紧马杜,甩动手中的鞭子,在空中,甩出一个响脆的鞭花,道,走。 杜妻妹跟随妹妹驱马赶上,杜九妹和杜妻妹今天都穿着粉色的衣服,犹如天上粉红的云朵,迅速前移。 见杜九妹,杜妻妹跑出来老远,横九横十,赶紧上马。 是啊,广陵王的孙女就应该有这样的气魄,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 横九笑笑道, 哼,师弟,刚才的九儿姑娘像不像王妃? 横十点点头道, 笑,当年王妃被那么多人包围,仍然镇定,说她是广陵王杜孝的女人,不怕任何人,龙生龙,凤生凤,这血脉的传承,真的非常强大。 是啊,不说了,两个小主子都跑出那么远了。 横九自豪笑笑,策马追了上去。 五十里的路程并不远,但是山路的部分不好走,好在广陵王府的马都是上好的战马,即使山路也能跑得非常平稳。 这些马,自己会避开脚下的尖利石头,踏在平坦的路面上。 现在是初秋,中午的阳光很热, 杜九妹杜七妹穿着小袄,若是站着不动或许会热, 但她们骑在马上,耳边是呼呼作响的风声, 穿这样的衣服正好。 山路大约有十里,剩下的四十公里全部关道,特别平坦。 杜九妹加快速度,她知道后面的七姐可以跟上, 她们在贤德院经常进行练习,不用担心坠马。 京城的各个关道上,络绎不绝的行人, 不过大家都很守规矩, 步行的老百姓走在路的最边缘, 马车也是靠最右的。 为了不撞到别人,杜九妹经常甩动手里的鞭子, 鞭子甩过来的清脆声音提醒着路上人, 后面有马匹急驰而过。 关道上有骑马快速经过的人不少, 但却从来没有女子可以骑马经过, 顿时引起行人的侧目, 然而杜七妹和杜九妹的速度太快, 根本就看不清两人的面容, 横九横十跟上。 以前都是下面的小弟, 横十一横十二负责保护杜七妹杜九妹, 她们对两个姑娘的奇数并不了解, 今日一见, 对贤德院的教学方式不由得大家赞赏。 路上的行人说是普通老百姓都会靠边走, 不会挡着路, 可有一些世家勋贵马车自己走在中央, 好在路比较宽, 杜九妹找了个空隙从边上过去, 快速经过, 掀起了马车的窗帘, 马车里的人看到了急驰而过的两道身影, 顿时目瞪口呆, 天哪, 在京城, 居然有女子如此开放, 肆意行事啊。 横九, 眼神锐利, 经过马车窗的时候, 还往里面看了一眼, 记住了马车里的那个年轻人的长相。 十几个人依字而过, 马车里的男子这才问道, 小豆子, 刚才过去的人是谁? 小豆子坐在车夫的旁边, 掀开帘子, 转头道。 奴婢没看清, 不知道是哪家的, 不过看方向跟我们一样, 是去京城的方向, 前面两个是两个未婚女子, 后面十几个是武功高强的侍卫, 里面的清秀男子点点头道。 哦。 在靠近京城十里外, 又遇到几辆横行霸道的马车, 这些马车各个并排行驶, 直接挡住了道路, 挡住了杜九妹的路, 马只能跑, 不能飞。 杜九妹是女子, 不好上前, 后面的横九上前喊话。 前面的朋友, 我等有急事, 还请让一条道出来。 呵呵呵, 上路, 我们就这么走了。 马车里传来男子轻浮的笑声, 看来是不准备上路了, 横九面色微僵, 道。 我等是广陵王府的人, 还请让一条道。 广陵王府? 里面的男子不在意道。 再大, 能大得过皇家。 说完, 还把脑袋伸出窗外, 看向后面急着要过去的一心人。 原本放荡不羁的眼神, 在看到前面的杜九妹, 杜妻妹的时候, 顿时愣住了, 惊喜道。 嘿呀, 原来还是两个美人啊。 让我看看, 让我看看, 说是美人, 更不能走了, 你我一人一个。 另外一辆马车里, 探出来另一个男人脑袋, 看到杜七妹, 杜九妹的时候, 嘴巴也惊得何不拢。 杜九妹, 大大的眼睛, 眯成一条缝, 道。 国乃广赢王府杜九, 有要事赶往京城, 还请两位公子让一条道。 让, 可以啊, 但你得让本郡王亲一口。 后来出来的男子, 轻浮说道, 这就是杜九啊, 早就听说他的大名, 还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他的容貌, 真郡。 杜九妹仰手一挥, 手中的马鞭, 随着一声鞭响, 鞭子烧已经打在了那个男子的脸上, 娇斥道, 满口胡言, 这是小女子为自己出气的。 妹妹。 杜七妹吓得面色苍白, 一方面担心妹妹是麻烦, 另一方面担心有关妹妹的留言再次传起来。 啊! 一声惨呼声, 那男子脸上多了一道鞭痕, 从小娇生惯养的男子, 哪里受得住? 你是广陵王的孙女又如何? 我可是皇上的侄子, 东河郡王,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 另外一个男子看到杜九妹凶悍模样, 赶紧缩回脑袋, 让东河这个蠢货, 沈家都出手打人, 他可不敢掺和。 杜九妹急着回广陵王府, 给后面的恒久使了一个眼色, 示意恒久, 弄坏前面两辆慢悠悠行走的马车。 恒久会议, 从袖中拿出一个铁球扔出去, 直接砸在前面的那辆马车上。 马车的车折应声而断, 另外一辆马车没有停下来, 继续前行, 和旁边的马车拉开距离。 利用这个空档, 杜九妹一行人侧马及时而过, 你们死定了, 你们死定了, 广陵王府要谋反。 东河郡王嘶吼着, 杜九, 你个小娘皮, 等着, 本郡王早晚要睡了你, 哎呀, 哎呀, 好疼。 车折只是坏了, 并没有翻车, 这东河郡王的疼痛, 都是来自于杜九妹的那一鞭子, 好在没有打中眼睛, 打破了脸, 以后, 以后破相了怎么办? 东河郡王的谩骂, 杜九妹根本不在意, 急着赶路, 反正不听到, 都是骂他自己的。 横九等人动作非常迅速, 以至于东河郡王身边的侍卫, 都没反应过来, 神就沉浸在一个, 世家贵女, 摔鞭子, 揍人的场景。 等到杜九妹一行人走远了, 东河郡王脸上的疼痛少了一些, 这才气哼哼的, 东洋, 你个混蛋, 说魂话的时候你不少说, 人家打我, 你们不帮着我。 另外一辆马车里, 名叫东洋的男子, 是萧东洋, 东洋郡王。 这次凤昭进京, 路上遇到堂兄弟, 臭味相投, 多说了几句浑话, 差点惹了麻烦。 这萧东河和小时候一样, 还是那么爱惹事, 以后遇到他还是躲着点, 这样的人谁沾上, 谁倒霉。 你这么厉害都应对不了, 我比你弱多了, 一出头, 脑袋估计会被拧下来。 萧东洋苦笑道, 他的父王是个小透明, 风地很远, 家财权势都不如东河郡王的父亲。 来京城之前, 父王一直交代, 不要在京城惹事, 因为惹事, 他父王也没有能力救他。 萧东河想想也是, 萧东洋从小就胆小怕事, 他要是刚才赶出来, 那才是怪事了。 算了, 看在好几年没有见面的份上, 不跟这个胆小鬼计较了。 反正你做得不利的, 到了京城, 你得好好请客。 萧东河恼怒道, 哎呦, 哎呦, 好疼啊, 我的马车坏了, 我上你的马车, 赶紧进宫, 火的脸要被毁了。 萧东洋赶紧把萧东河请进来, 担忧道, 好好, 咱们赶紧进京。 只要这萧东河, 别跟以前一样, 因为一点小事, 不依不饶, 烦得很。 好在年纪大了一些, 改变一些, 上萧东洋松口气。 就在萧东河上了萧东洋的马车之后, 后面人追了上来, 看到了事情的始末。 马车里的妖野男子长相英俊, 可脑袋光溜溜的, 眯着眼睛, 看着棋盘, 他正在跟自己下棋呢, 心里暗道, 原来那是广陵王的孙女啊, 拜文不如一剑, 杀戮果断, 向广陵王。 小豆子探出脑袋道, 主子, 这杜九和传言中不一样啊。 哈哈。 男子笑笑, 有何不一样? 都说广陵王世子一家是乡野出身, 可刚才那杜九凶巴巴的, 直接给了东河郡王一鞭子, 比一般的世家贵女还凶悍。 小豆子分析道, 幸亏刚才咱们没有爱着人家的路, 否则小的就得爱鞭子了。 萧承听了, 摇头笑笑道, 哼, 那东河和东洋两人挡了道路, 人家停下来, 想必是请求让路, 但他们不但不让, 嘴巴不干净, 不愁他们愁谁啊。 那萧东河就是一个找抽的我, 小时候如此, 长大了也没见长进。 主子说的是, 小豆子复合, 那广陵王那么厉害的人物, 即使皇上也礼遇三分, 东洋郡王和东河郡王两人风流成性, 定是说了乌言晦语, 不过那两个女子情书很好, 应该是练过的。 那是自然, 广陵府的贤德院, 最出名的功课之一, 就是骑射, 那广陵王的发妻, 当年也擅长骑射。 萧承轻声道, 他虽然没有见过广陵王的发妻封灵二, 但以前经常听母妃提起, 原来如此, 小豆子了人, 今日遇到两次, 也算是有缘, 就是没有看清楚他们的相貌, 挺可惜的。 萧承听了, 摇头失笑, 道, 尽说魂话, 小心祸从口出。 从这一点, 可以看出萧承的谨慎之处。 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, 从另一条岔道上, 又来了一位封地在外的郡王萧昆, 萧昆知道前面, 是东河郡王, 东阳郡王, 便追了上去。 至于后面的那位出家做和尚的堂弟, 根本就没放在心上, 理都没理。 刚才杜九和萧东河对上, 萧昆直接停在岔道口, 没敢上前。 萧昆为人谨慎, 就当没看见, 不得罪人。 虽然打了那个什么东河郡王, 但杜九妹一点都不后悔。 来到京城, 无缘无故被流言重伤, 被那些所谓的世家女排挤鄙视, 被姬王妃于世, 小于世, 杜远儿时不时地招惹。 这些身外之事, 她都可以忍耐, 但危害她家人的性命, 她绝对不能忍。 既然忍耐无用, 何须再忍, 杜九妹就要做一个嚣张至极的世家贵女, 让人提起她杜九妹, 就恨得牙痒痒, 但又无可奈何。 到了城门口, 有搜查的官差, 恒久早早拿了令牌, 官差直接放行。 因为是城里, 杜九妹的速度放慢一些, 可是心里焦急, 迫切想要回到王府。 现在已经过了正午, 肚子很饿, 可她们姐妹心里更加担心小马儿的身体状况, 马不停蹄, 继续赶往广陵王府。